年龄对很多人来说是秘密 不过对于考古学家来说 还是能够透过各种绝技来测出标本的岁数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就推出了科技考古特展 带领大家看看考古学家的绝技是什么 还没有正式走进展场就有一种进入实验室的感觉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推出的科技考古特展 要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带大家认识考古 我们运用了一些碳石式定年法 告诉民众这个遗址年纪有多大 我们用一些深入浅出的文字 让民众对于一些考古的专业知识没有那么陌生 然后跟他的生活好像非常贴近 就是欢迎民众在这个时间可以来到十三行博物馆参观 这次的特展也规划了许多互动设施 像是手持上头印有人骨或是贝壳的感应平板 就能破解这些遗物的年龄 让大家实际感受如何科技考古 其实我们这个展览最特别就是一些互动设施 例如说你到现场你可以看到一些就是一比一比例的一个人骨 就是十三行人我们模拟的一个影像 那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十三行人在当时候 平均年龄大概是33到34岁 那身高呢大概男生大概会有165公分 那女生的平均身高会有159公分左右 想要一探考古学家们是如何穿越时空破解谜团吗 这场特展的展期将进入最后一个月 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同来当个科技考古人吧 记者沈仲林景于巴黎采访报道